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刚刚发布的黑鲨3,黑鲨3pro 系手机这个概念提出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而且现在的玩家也不少 刚刚宣布进场的联想拯救者,再加上红魔,LG,还有雷蛇 但是这些游戏手机在之前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 那就是他们在游戏方面所做的努力,除了这个外观ID设计的更加游戏一点之外 大部分都是在软件层面的努力,软件层面对于大的品牌来说呢 其实相对比较容易实现,再加上游戏手机在其他方面做出的一些妥协 那就由此导致了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这些重度的游戏玩家 他们的首选可能并不是游戏手机,因为其他的旗舰手机 也可以满足他们在游戏方面的需求,那么游戏手机的竞争力就进一步下降了 这次的黑鲨3和黑鲨3pro这么大个儿啊,能不能改变这个尴尬的现象呢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咱们马上开始 记得三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影币,特别感谢啦 包装方面的并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这种黑色主题的比较传统的天际2设计 然后里边还是老四件套,手机,手机壳,充电器和数据线 这两台手机我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大,真的太大了 拿到老师的感觉是我变大了,手机变小了 但是这两台手机你一上手,你瞬间感觉自己变小了 首先黑鲨3,6.67寸,10.42毫米 这是我今年拿到的第一个超过一厘米的手机 222克,这手机真的还是挺有厚度,挺有分量的 别了解,这边的pro版,7.1寸 这应该是我拿到最大的手机了 厚度方面10.1也超过一厘米 但是比这个稍微薄一点 重量上253克,不加套也不添膜 就是一个准半斤 之前咱们说什么健身用户是调侃一下 但这个,真的,真的健身用户 整体的ID设计方面还是延续了之前黑鲨这个X型的设计风格 这个后背呢,你一看就是这种家族式的 很多小伙伴也调侃为这种姨妈筋的设计 后背还是一种玻璃加金属的复合质感 三颗摄像头主摄都是6400万 这个后面咱们还会聊到 正面来说也是一个延续相对比较宽的额头和下巴 这么宽的尺寸,现在来说确实感觉没那么高科技 但是这样做的对于游戏手机来说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双扬声器的位置摆放起来就比较自由 它是正面的双扬声器 这样你在横平握持打热器的时候 这两个扬声器是正对着你的 这样就避免了像小米10那样一握持打热器的时候 正好把扬声器给遮挡了 它的Pro版的正面这两个扬声器像小米10Pro一样 是全对称式的,两个是一样大的 它标准版上面是听筒式的扬声器 上面这个音量相对来说会小一些 两台机器在顶部都保留了3.5的耳机孔 在ID方面还有一个着重要说的 那就是Pro版上有两个实体的侧压按键 也就是两个实体的肩键 这个设计对于游戏来说真的是非常Pro了 因为你的肩键是虚拟的 这个再怎么按也没有实体按键 这个搓手柄那种感觉来的爽是吧 它这个是通过按键和不进电机进行分离 也就是你在游戏的过程中使劲按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并没有直接下边就是一个电机 如果下面是电机的话 你这么使劲按的话 这个寿命肯定长不了 它是做了一个分离的设计 而且它可以单侧开启 好咱们现在开启 就是你如果想用一个你就开一个 如果用两个你就开两个 它的软件方面是有设置的 这一点上确实非常有意思 这个建成和质感方面 我觉得对于肩键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 在屏幕方面不出意外 这游戏手机肯定得上90Hz了 3是1080p的90 手机版是2K的90Hz屏幕来自三星 整体这个屏幕的感觉 在我这几天的体验过程中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同样跟小米是一样 他们也做了这个屏幕的校准 Dirta E是小于1的 我在使用的过程之中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这次在游戏方面 有一个专属的游戏优化 那就是270Hz的触控采样率 注意这个专属优化 开头呢 这个手机的全称 我好像说错了 表示抱歉 人家这叫腾讯黑沙游戏手机3 有腾讯MAP给加持了 在腾讯系游戏上的优化 这个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 而且他说大和平精英的时候 这种端到端的枪击响应时间是38毫秒 OK重点来了 游戏手机在游戏方面都给你开了什么麦卦 首先是黑沙3这边 它延续了之前黑沙压力触控的屏幕 这一点上对于我来说真的还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之前我用iPhone的时候 没有了3D Touch 我就不会打吃鸡了 另外呢 它还增加了一个语音操控 也就是开启之后 你对手机喊打药打药 然后他就打药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我实际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咱们现在就对着手机喊 打药打药 趴下趴下 如果要是自己玩还行 如果要是跟校外在一起 他那边玩激动了 然后喊 你这边就打药趴下了 3 Pro这边呢 刚才咱们说了 它额外还有两个实体的肩建 它可以自动回收 然后你用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打开 如果你只需要运一个 就升起来一个就可以了 平时你把它收起来呢 也不太影响这个一体感 在结构设计上 这个Pro版确实花了很多心思 另外还就是XR的横向振动马达 它这个总体调校呢 也非常不错 而且呢 它这个手机这么大 7.1寸 我使用它这个振动呢 我个人感觉 其实要比S20 Ultra那个振动还要好一点 一开始以为是它 整个机器尺寸比较大的原因 所以才没做到那么那么好 这次的这个黑鲨3 Pro呢 它是7.1寸 它这个质感要比三星那个 还要再好一些 整体的振动的情况呢 确实更棒一些 游戏手机嘛 优良的游戏振感呢 也是应该做的 这在结构设计上呢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点 那就是散热 它是双夜冷的这个设计 夜冷不新鲜是吧 但是这次它的主板呢 比较新鲜 它使用了一个长条性的主板 放在了整个手机背部的中间位置 它并不是左边 并不是右边 也不是上面 这样你在握持手机打游戏的时候 这手正好碰不到中间的地方 所以发热的感知不强 就是说在散热方面 也是花了心思的 这两台手机呢都是一样 另外呢 还就是在性能方面 这也不出意外的 这两台手机呢 都是骁龙865的处理器 LPDDR5 UFS 3.0 而且WiFi 6 这些该有的东西呢 基本都给你了 但是可能由于我体验这个版本软件比较早 它在跑分方面呢并不是那么的抢眼都不是特别的高 在实际体验方面这个游戏波动呢也是稍微有点高 后期等它发布会之后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软件更新版本 这和小米10 Pro那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充电方面是我除了实体按键之外 对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第二个点 这一次它应该是实现了业界最快的充电速度 当然我拍摄这期视频的时候 这个RUMI X50 Pro我还没有体验到啊 反正现在它是最快的 3这边呢是这个65W的充电器 它可以实现60W的快充 而黑刹3 Pro这边呢是65W的快充 充电方面 这次的黑刹确实值得特别说一下 双电芯设计 应该是继苹果OPPO之后的第三家了 前两家一个是串联一个是并联 我们在之前深测中都跟大家讲过 黑刹采用的是串冲并放 说是结合了两种方案的优势 动态调节 咱们不深究技术啊 这意思就是我们充电更快 反而放电更慢 也就是更省电 我手中的这个软件版本在测试中 黑刹34720毫安时的电池 65W用了37分钟就充满了 平均每分钟充进电量127.5毫安时 黑刹3Pro则更为激进 5000毫安时的电池38分钟也就充满了 平均每分钟充入131.5毫安时 放在数据库里边 这是我们测试过充电最快的手机了 看来绿场机圈充电低的位置不保了 另外在购买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 那就是它的标准版的低配是RPDDR4X的内存 并不是RPDDR5的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标准版的低配应该是30W的快充 这个具体到时候大家买的时候一定在页面注意一下 因为我现在拿的数据可能也不一定准 游戏手机在相机方面天然大家都不怎么关注 这次那两个都是6400万的主摄 然后前置是2000万的一个镜头 而且也是带广角的 后背呢都是三摄 具体怎么样 我们实拍放一些样张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老闺女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 后台回复黑鲨3这几个关键字 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 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 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 把这两台手机的实测数据 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库里边 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查看了 颜色上呢应该是黑色银色和蓝色 黑色版本的一体性呢就比较强 但是呢不那么亮眼 这个银色版呢明显就更加的出跳一些 简单总结咱们还是回到视频开头 提出了那个问题 黑鲨有没有解决目前游戏手机面临的尴尬 我觉得这次黑鲨呢 不管你买不买单吧 不管消费者怎么看吧 但是我能感知到 它做了软硬件各一个 也就是两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在软件方面 腾讯黑鲨有机手机3 腾讯黑鲨有机手机3pro 这个就鞭而鱼了吧 咱们不可否认 现在大家玩的大部分的这种主流的游戏 都是腾讯系的 尤其是这几个国民机的 什么王者啊 吃鸡之类的 游戏手机跟腾讯联合 这个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这种游戏的专属定制优化 和这个软硬件结合的优化上呢 肯定是有先机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硬件上 首先外部的这些配件上面 黑鲨现在目前做的应该是最多的 而且呢 它的价格也比较性价比 RG也有很多啊 一大箱子 但是它那个价格呢 都比较贵 没有那么亲民 什么处理器屏幕 这些旗舰的配置就不用说了 但这个磁吸式的背后触点 触点接口 还有就是pro上的 这两个实体的游戏间 这可不是其他的走量旗舰呢 随便就可以做的 明显花了心思也更加游戏 这些努力让人感知到了 但是也就意味着 这两台手机太极致了 太游戏了 也就意味着 它的受众面会垫窄 当然这个是厂商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啊 你可能会说游戏手机就该做的这么极致 但是从销量 从利润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厂商自己还真有点纠结和矛盾 这个pro版7.1寸半斤的重量 这个配色 这个颜值 拿到大街上打电话 多少有那么一点点中二啊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 既然是游戏手机 就在游戏方面做的非常的极致 就是这种方向吧 OK这两台手机非常详细 差不多都跟大家聊到的 记得三连本视频 点赞收藏 投影币 特别感谢 后期这些星期呢 基本上我们也都会为大家带来首发体验 B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日新鲜资讯 每天在那儿跟你聊聊 不关这年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